透过视讯 茨基大学和土耳其满纳海的学生 各自分享对于婚姻和家庭的看法 从他们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现实生活到底是怎样 茨基大学从2020年10月开始和满纳海进行视讯课程 为了克服两地时差 满纳海学生每两周一次 在中午和慈大学生进行一个小时的英文交流 每周两次在下午和专业师之学习一个半小时的中文 可以说父母读书吗 爸爸妈妈告诉你 很好 觉得其实这对满纳海学校的学生 还有不管是茨基大学的学生都非常有好处 透广他们的视野 让他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阿普多拉因战乱跟随家人来到土耳其 当时还不到14岁的他就得到工厂工作 后来在满纳海学校上学才改变他的人生 现在的他也在视讯课程中学习 在满纳海还有许多人像他一样 想要靠学习改变命运 你好 我叫DASNIM 今天我爱你 这些孩子他们在中小学 英文和中文都可以加强的话 那未来我们希望专业的课程导入给他们就很快了 在长期我们希望茨基大学能够提供学分给他们 因战乱师学的难民在科技的辅助之下 获得更多教育的机会 未来也更有希望 达一新闻林斯文 刘洪志 花莲报导